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The Dude Man 我是Eric 我是Ean 那这集的跳脱都市圈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压力这件事情 就在现今的社会嘛 我们每个人一定会面临很多的压力 那我们请在来聊聊 过去的我们一些经历啊 怎么处理压力 然后怎么样消化这些情绪 跟最后怎么克服 然后从中得到成长 对 那在继续往下聊之前呢 其实 我即将说的这件事情 跟压力也有点关系 对 就是我现在小小KB一下 这个呢 你是快睡着了 对 大家如果看一部的话 我觉得精神状况可能没有那么好 因为我们现在 对 我们现在才刚到英国 对 我们三四个小时前 才从加州飞过来 然后看桌上这杯咖啡 就知道Costa 就是我们现在到了英国 对 我们来那个 Airbnb的路上 就说 诶 奇怪 怎么都没Starbucks 都是这个Costa或Costa 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业配 没有业配 对 对 然后我们就是 已经整个晚上的熬夜了 对 可以的 没关系 反正 压力使人成长嘛 一定是压力使人成长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时间 有压力的时候 来录个podcast 跟有压力相关的 那你来靠背一下 我靠背一下 就是我前几天嘛 就是我最近家里 就是出了一些问题嘛 对不对 然后反正 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重要 我就是要 去打电话 然后我要cancel 我的security system的 subscription OK 我要换一家啦 我现在要靠背的是 就是要cancel一个东西 一个subscription 他们故意弄得超爆难 是 合理啦 很靠背 这个真的很靠背 就是 有一些公司 有一些产品 它都故意弄得很难 是 所以 大家会觉得 就是想要怎么cancel嘛 它的path是这样 就是 app的手机 你要cancel 叫你去网站上看 网站上就是 超级找不到地方 哪里怎么cancel 然后最后 终于找到一个地方 它可以cancel的地方 它说 哦 你要cancel 哦 那你要打电话 打给客服 对 打给客服 然后呢 打电话给客服之后 它的客服 当然不是 直接接起来的客服 对对对 它只要go through 就是 你打电话 是为了要new member的话 press one 如果你是要什么 搬家 迁移你的member的话 press two 然后那个option 永远都是来press 就是最后的 就其他东西 对对对 那如果你要cancel的话 哦 press nine 之类的 然后 OK press nine 然后说 哦 那如果 你要cancel的原因 是因为你要搬家的话 press one 啊press 然后就搬家很多层 层层关卡 真的不夸张 大概五层 我在我当时 看了一下 我打完电话 就是我后面还要按五个数字 然后终于到一个 OK 我要等待的时间 然后终于跟我说 Your approximate wait time is 59 minutes Oh my god 我说 看 我现在就挂在电话 要挂59分钟 才有可能有一个真人跟我讲电话 是 我就真的给他等下去 我觉得 我觉得对 虽然他们想要就是 让你无法去cancel这个subscription 真的超级的 你对这个branding的观感会有影响 就想说 看这什么烂品牌 这样子搞我 我以后就算我想要就是 买security system 我永远不会想到这家 对 会有点那种感觉 而且我真的等了一个小时 又15分钟 他终于接了 OK 然后你cancel了吗 我cancel 可是我cancel之前 他一直在推 你为什么要cancel 我跟你讲 你已经跟我们就是customer 已经那么好几年了 我跟你讲 我现在给你一个better deal 你现在要upgrade这个 upgrade那个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拜托 之类的 就跟我拷超久 OK 我觉得 Oh my god Just let me go 我已经在那边跟你耗两个小时了 所以你说的这个压力的部分 就是 是什么 就是我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没办法 很快速的完成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会有很多那种frustration 然后变成一种压力 焦虑 对 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处理了两个小时 OK 真的很靠悲 可是我感觉你是喜欢在压力下 生存的人 我觉得是 你是喜欢跟压力共存的吗 我觉得 一定会有压力啊 我觉得像没有 好像 我想象不到一个人是完全 没有压力的 现在谁 你现在觉得完全没有压力的共存 我相信有人 还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可是大部分的人 是有压力的 怎么可能 我可以想象啊 我这是想象举例哦 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 我知道了是谁 我知道了 谁 比如说和尚 他已经找到就是人生的 与世无争了 对他已经找到人生另外一种 就境界了 是 他已经提升了 我觉得他已经不在乎 他可能就不在乎 对我同意 那可能有啦 是 一般人我觉得大家都还是有一点压力的 对我觉得你讲的是更高的境界 更高的境界 另外一种可能是 真的就是 不用担心钱 不用担心住所 不用担心吃 然后真的在自己舒适圈 对 过得很舒服 然后不知道自己 舒适圈外的世界 长什么样子的 正在舒适的这些人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压力 我觉得有耶 我觉得比如他们会 比如说 他会有压力 别人会怎么看我 我朋友圈 没有可是 我的IG有没有很多人按赞 是是是 这种压力 我说的是他是 不是想要跨出舒适圈的那种 在自己舒适圈很舒服的 就是有点热锅里的青蛙 的感觉 不知道说自己会不会住手 对 的这种 然后过得很舒服 有这个可能性 可是大部分人 应该都还是要 过得很舒服 我觉得当然有啦 对啦 可是我觉得压力 就是要嘛是别人给 要嘛是自己给 对 对 就是你看怎么去 评估你的压力是 来源是哪里 是 那你通常有压力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的 哇 共存啦 我觉得对我来说 压力这个东西是 必须要有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就我会把它看待它是一个 它是我成长的一个养分 那一定要有 如果我没有压力的话 我也很慌 就是我现在想象不到 我怎么可能会没有压力 就是虽然我的成长过程 家人没有给我很多压力 可是我会给我自己压力 社会给我压力 就我的朋友们会给我压力 就是让我变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这些压力 就是不断的 都还是有来刺激我 某种层面上 我也是需要压力来督促自己 完全没有压力的话 我可能会比较舒适 比较不会督促自己去成长 所以不管是别人给的 还是我自己给的 我个人也会需要压力 才有办法成长 可是我没有办法 很长时间 在非常高的压力下 运作 到那种很高压 很长时间的话 我会有点panic 焦虑 会没办法把事情做好 所以我个人是 会需要一点压力 可是我会想要 赶快把这个压力给解决掉 压力根源 我想去探讨是哪里来的 然后跟我没办法去解决 我觉得把它看成两种压力 一个是这种长期的压力 就是无时无刻都有的这种压力 可能就是你想要 就是找到更好的工作 或者想要申请大学 就是其实它一直都有 不是说你考完一个试就解决了 对 那跟像比如说考试的这种 就是你就是这个event 你就很希望自己有很好成绩 就是一次的这种高压 所以我觉得这种 比较长期的压力 我觉得可能大家多少都有 都会有 然后你说的那是突然那种高压 你没办法 就每天都考一个很重要的试 就是一定要 集中一个可能一个礼拜 就考这个试 然后过了就可以要松一下这样 是是是 因为对我来说 我现在想象 因为我们现在主页就是在拍影片 对 如果每一集都是马拉松的那种企划 长期在高压的情况下 然后没有办法 有串席的空间 我觉得每一集都会拍不好 可是马拉松 它是一个长期的跟人生一样 它不是一天要把它解决的事情 可是比如说 因为我们周更嘛 对不对 周更对 这个礼拜是马拉松 我们是花四个月时间拍嘛 对 那下一个月可能是 DJ好了 我们花三个月时间拍 对 然后就是这样子很多穿插 这种非常花时间 比较高压的这种企划 OK 我觉得我没办法function 懂懂懂懂懂 你的话可能有可能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们现在也没有这样子运作过 反正就是压力 就是每个人的能够承载的 可能比较不一样 是是是 对啊 所以有些人就是 如果你自己知道 每一个人都是 当然是最懂自己 就是你不用跟别人比较嘛 就是你觉得 你需要休息 或者你需要一个outlet 去面对去消化它的时候 你就去教啊 你不要因为其他人 他们还在拼 那我应该要拼 所以你只会 就是崩坏自己 是 那你自己近期 有什么压力吗 我觉得压力 我刚刚讲完一直都有 不过就是 房子多灾多难 最近就是家里的事情 比较多 然后再加上 频道这一块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 很大的压力在上面 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 设计 计划 然后想未来的一些 比较大规模的东西的时候 就是 然后现在有一些 其实现在也可以透露啦 就是我们的一些 桌边在 在development的进行中 所以跟就是厂商啊设计 就是开始在 讨论之中 就是这些工作上的压力 跟 现在家里 就蛮多事情要处理的 所以就是 加在一起就 对 我之前可能 也大部分是去工作啦 因为其实我们做频道 快四年了嘛 那其实我们常常会开会和讨论长远的事情嘛 然后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团队 其实在两年前开始就有团队 然后我们想说 有了团队 有了其他人的帮忙 我们就是一帆风顺的感觉 但实际上真的就是 每一个不同的里程碑 不同的阶段 就是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是 然后我们现在常常 就算我们总共七个人 有些部分还是会卡关 所以就是要 不断的去进化 不断的去改变改善 工作上你觉得最卡 就是给你最多压力的一个东西 或元素是什么 对 因为我们频道周根嘛 对 所以我们希望有企划上的库存 拍好的影片的这个素材库存 然后跟剪辑好影片的库存 对 那当这三个都有库存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不用担心说 OK 现在赶快去拍完影片 然后马上剪好 然后下周上 嗯 那 现在更卡比较是企划上的库存 那我们可能其他的剪辑上的库存 也有一点点这个困难 嗯 所以就是都已经三四年了 然后做YouTube一阵子了 然后到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那当然我们就是一直不断想 用新的方式去改善 对 然后比如说找新的人才进来 或者是我们做事的方式要改变 对 就是一个要不断的学习的过程 那我们也是常常会有 做这种比较长远的讨论计划嘛 那 希望下次的讨论可以找出一个成果出来 找出一个解决方法 Yeah 我觉得我现在跟你讲一样就是 压力很大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知道内部跟系统上 好像有一些问题 没办法就是 这个系统没办法长远的走 然后我们现在在欧洲嘛 在英国也是即将好几个礼拜 会集中排片 嗯 所以很多问题我们也不能 现在这个moment就花 这个时间去 去做很大方面的调整 所以我们就在等这个欧洲型之后 我们真的要做下来就是 可能还要花好几天 甚至一两个礼拜去 做一些就是更长远的规划探讨 对啊 希望那个时候可以 就是有一些更好的方向 对啊 就是每次讨论都会得到一些新的 怎么讲 新的发展 对 然后新的尝试 然后当然就是要尝试之后 再知道 哦 这是不是适合的 那希望 下次讨论出来的这个新的尝试 对 会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方式 哈哈哈哈 现在讲的好像很神秘 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是是是 对反正就是 对我们内部需要做一些调整的 对啊 不过我近期真的得到了一个压力 哎呦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马拉松 我跑上次跑 然后失败嘛 也不能说失败 也不能说失败哦 不是失败 对不是失败哦 就是DQ 就是没跑完 我被车劫走 对啊 当然就是像影片你讲的嘛 我也是要继续尝试 继续努力 然后近期就是 也报名了下一场马拉松 漂亮哦 就是10月22日的长龙马 对 那现在讲出去 也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压力嘛 对不对 那我就是需要这个压力 我才会督促自己 对这是一个好的压力 对我来说 所以是健康的 健康的压力 因为我怕就是有时候压力太多 会变成不健康的压力 对 这个对我来说是健康的压力 你要怎么拿捏 就是从健康的到太多的会变不健康 你怎么知道那个点 这其实就在回到舒适全 是不是 因为如果这是我第一次尝试马拉松 对 那你跟我说我剩15周可以训练 嗯 然后4小时内完成 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不健康的压力 哦 因为我从来没经验 然后我不知道练习的状况怎么样啊 嗯 然后你要我15周后 跑一个我从来没跑过的马拉松 然后4小时之内 对 这个是对我来说可能比较高压 OK 对 但可是这次对我来说是 哦 我已经尝试过马拉松我以前有训练过了 大家知道这个训练的菜单会长什么样子 会遇到什么困难 因此对我来说它是 比较在我舒适圈内一点 就是它有离我舒适圈比较靠近的一个东西 所以对我来说它是健康的压力 OK 好 那我们就期待Eric十月中的表现了 对 再给你一点压力 对对对 健康 给大家多给我一点健康的压力 给他一点健康的压力 对对对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自己从小到大 我觉得有记忆点最大的一些压力的时期好了 就小学啊 幼稚园 老实说有什么压力吗 我现在回想 我是真的觉得还好 我个人啊 可能有些 小学跟幼稚园吗 对啊 没有什么压力 没有什么压力吗 我觉得那个时候压力 比较是交朋友上面的压力 我在这一班 有没有办法交到好朋友 然后可能如果被排挤 那我就有这方面的压力 可是我觉得都是比较小 对 小小那种 你过几天就忘记了这种压力 对就是 至少那个时候的我们应该 是有交到朋友的啦 是吗 是应该有 有吗 有吗 所以还好了 对对对 那我觉得第一个真的面临到的 很大的压力 你应该也有 就是来美国的 那一年 对是 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超不想要来美国那时候 我是小五 然后要升小六 所以我过来读小六 就是抛弃我所有的生活圈跟朋友圈 来这边就是完全被大家啃的感觉 就是丢到一个很险恶的社会 这么popular 一对女生涌上来 不是啊 不是被大家啃 不是男生在啃的 男生在啃的 男生在啃的 对反正就是没有很友善嘛 就当然也会面临到一些种族歧视 然后你的语言不通 然后自信一定都会整个掉下来 本来是比较外向的小孩 现在变成就是在教室里面都不敢说话 是 然后那时候的压力就是生存 我要怎么在这个社会里面生存 就在上课好了 在上课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可是我是很认真在听 我不是说自己在那边 那时候也没玩手机 会不会没手机 反正那时候带一个小小的音质点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是一个 电子磁点 电子磁点 对不对 那时候已经很高科技的东西了 然后在那边偶尔查几个单 是因为老师说得很快 我也不知道要查什么 大多数的时间也没有在查 下课时候 放学之前 我还要跟老师说 今天功课到底是什么 可不可以写在联络簿上面 一个本本上面 那我不知道写 我知道他写完之后 我回家查 老师写了什么 我才知道那天功课到底是什么 然后功课知道了 我在花人家好几倍的时间去 写我需要写的作业 然后那个整个过程 当然都是非常的 非常的孤独的啦 不过好久就是我家人 那时候一起陪伴 可是你就没有办法 跟其他的小孩 一样过他们的六年级 甚至到七年级 是我觉得当初来美国的压力 是一直课业上 就是语言上面 这个隔阂嘛 这方面的压力 跟交朋友 这个新的朋友圈 然后又加上语言的隔阂 我要怎么样交新的朋友 主要是这两方面的压力 因为其实 我们的妈妈都有来美国陪我们 所以就是 这方面的精神支柱 爸爸也有 你爸没有 我爸没有 你爸没有 我爸有 我爸也有 所以你全家搬过来 全家搬过来 所以精神上的支柱 其实是有的 是有的 主要是在学校 学新的语言跟交朋友 是 的这两个压力 那当时对我来说 解决压力的方式就是 要找baby steps 去做improvement 怎么说 对就是 比如说语言上的隔阂嘛 我第一天 当高学校压力一定超爆大 什么都听不懂嘛 对 那如果我有渐渐的英文变得越来越好 就是我给自己设目标嘛 就是多跟人家讲话 那我有看得到这个改善的时候 这个压力相对就会越来越小 嗯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有压力的时候 我会问自己说 诶 我没办法做改变 没办法做改变 OK好 那不干我的事 这不是我能解决的事情 嗯 如果是我能改变的 我就帮自己设目标 然后做规划 做规划的这个当下 做完的时候 我想诶 压力其实就变小了 因为我知道 I'm making steps 对 to improve 我觉得就是跟着时间走 就是在progress的时候 他就是 因为他是一个长期的压力嘛 对我们来说就是 语言跟新的社会这一块 他不是就是一个礼拜可以解决 是是是 他真的是一年两年 升到三年 啊确实啊 就是你慢慢的融入这个社会 嗯 你这个担忧就越来越淡了 对 对啊 其实我下一个阶段 让我有压力的就是大学的 时期的这种课业压力啦 可是我觉得这是 所以你高中就是没有什么课业压力 没有高中有啊 哈哈哈哈 我现在回想了 就觉得啊高中压力不算什么压力 说什么压力 对 对 可是 因为其实我真的刚进berkeley的时候 对 一开始自信满满 然后周遭的人就 很厉害啊 全部都是其他高中顶尖的学生 就是他们都来Berkeley嘛 UCLA我不确定 反正就是 我觉得这竞争很激烈 然后我妈也很喜欢下午说 Berkeley的毕业率其实不高 什么六七十八 什么很多人其实都没办法毕业 我确实有遇到很多同学 是没办法毕业的 我记得那时候 下一个阶段有压力的时候 可是你大一大二的时候 有成绩不好到 你觉得没办法毕业 因为没办法毕业 应该是你连C都没有 才算没有办法毕业 当时就是你知道会多想吗 我是高中straight A's 然后我到大学 我拿了一个B plus 没办法毕业 然后大三大四课越来越难 然后就会往那边 因为刚好我可能教的一些朋友 都比较年纪比我大一点 我大一大二就教一些 大三大四的朋友 确实就是有一些人 没办法毕业会延避 然后当时想说 这么难是不是 然后就会一点紧张 了解 其实我的学业的部分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给大家 自己太多压力 我家人也没有给我压力 然后我也不是说 就是摆在那边烂 只是说就是 反正就是考试嘛 当然就会读啊 读就考嘛 考怎么样就那样 是是是 就是我可能我自己心态 对学业就是 就是一个分数 有学到就好 有学到就好 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是我不一定要 虽然我高中也是straight A's 因为高中真的不用读书 都可以好像 就是高中的竞争 真的是比较低 真的稍微努力一点点 你的曾经就可以还不错 那大学真的你要 努力很多 搞不好就是这个B或B plus 可是对我来说 OK啦 OK啦 B B plus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 我自己知道 大学的GPA 没有那么重要 你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对我大概知道 我是毕业找到工作之后 所以也不用straight A's嘛 不要不用straight A's啊 是是是 因为就是找工作的时候 大家会比较看重 internships 跟真的你大学是哪一所 跟哪个科系 跟你有没有一些 internship的经历 我不确定 因为我确实 我大三在找实习的时候 我个人没有找到 这个实习机会嘛 可是我周遭 其他找到实习机会的朋友 都是straight A's的朋友 所以我就会觉得 他们成绩比较好 那我成绩比较不好 以后是不是工作机会比较少 所以internship 可能还是会看一点GPA咯 maybe 我记得我就是A-啦 A-B plus的这个区间 然后找不到机会 OK 可能我的那个什么 interview skills也很差 那个时候 maybe 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啊 不过我现在回想 我在读UCLA的时候 压力比较大的 我觉得是社交 因为认识我的人 都知道我是一个 比较内向的人 你是说到了美国以后 变得内向 没有没有 你在台湾的时候 有内向 其实好了好了 我不知道 我现在回想 我在台湾的小学的时候 我是蛮外向的 OK 可是我现在 就是真的比较内向 我测那个什么MBTI 我就是一个内向的人 OK 然后我确实啊 在公众场合啊 人多的时候 我会比较安静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你 我的压力就来自于 就是 我想要network 我想要交朋友 然后想要 be out there 可是我的个性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 out going的时候 对 我就是非常被动 然后我就要逼 我真的是逼自己 就是我很有意思的 在逼自己做这件事情 让自己更active 所以主要的压力 是你给你自己的嘛 对对 就是我想 就是大家都说 大学很重要就是network啊 大学就是要出去玩啊 什么的 所以我可能那时候的 惯例就是说 我都到大学了 我不能关在家里 我不能关在宿舍 我就是要出去 然后很active的交朋友 难怪你课业上都没有压力 因为都在交朋友 都在想这些有的 对 对 这是我的压力 那这压力对你来说 是很长期的吗 还是说 OK 我开始有自己的朋友圈之后 这个压力是不是就没了 没有耶 有自己朋友圈的时候 因为我不想要固定 比如说就是这六七个朋友圈 就有一些 扩展朋友圈 活动 大活动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会逼自己去 大二的时候 我记得我就当 activity director 就一直要办活动 然后到大四的时候 我已经当到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就也是 这个position 就是要跟外面的人 要很外向的人 就很外向啊 就我要跟别的学校的 台湾同学会去 接洽一些东西 然后大学的时候 我还 我真的这个个性 我真的超不适合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我爸妈可能都不知道 大学的时候 我打工当夜店的那个 Bouncer 不是Bouncer啊 那个叫 卖票的那个人 PR 算PR吧 Sales 对对对对 就是 哇 这也是个玩家吗 真的不是 我真的就是去那边 卖票而已 然后就是觉得 我拿这个工作的时候 应该可以认识蛮多 有趣的人 这样子去 这个有吗 可能就是认识到 可是我会觉得 好像跟我的vibe 不太一样 也不会升强 对对对 了解 反正就是 把我自己一直往外推 然后想要network 想要让我自己更social 的一直 一直逼自己这样 OK 对 所以到了下一个阶段 我们两个有比较 巨大压力的时候 应该就是工作场合里了 哇工作 对我来说工作 应该是我这辈子 压力最大的时候 有包括做YouTube吗 有包括做YouTube OK 对 当然啊 对对对 尤其是在Apple Apple的压力真的是 我到现在还会做噩梦的 这种压力 就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然后我觉得主要 当然是在看团队 看你的主管 为什么我会一直在那边 靠背Google的工程师 他们可能就不知道 压力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很多人跟我complain 哦工作好累哦 今天八点才回家 然后就说 你don't know 你是11点回家 对我11点 或者是半夜一两点才回家 我觉得那时候的高压环境 也有塑造 就教我很多东西 我觉得我在苹果五年的工作经验 我觉得在可能是别人的可能十年 或者是15年 就是做的东西 然后面对到的问题 跟学到的东西 真的是我自己都觉得比别人多好多倍 那你觉得当时是健康的压力吗 我觉得有点不健康 老实说 有一点不健康 那你就是looking back 你觉得要你重新过在苹果的生活 你会怎么样去改变 还是你觉得这是没办法改变 因为他们的company culture 跟你那个team 就是这个样子 你就是可能只能选择离职去别的公司 我觉得looking back 我觉得这三年以后 就是不断的 最近有读很多书啊 然后更了解就是 我那时候太专注在一个 我做这件事情 我老板会不会开心 我做这件事情 会得到老板的approval 然后我的团队 会不会觉得我是有能力的人 都是为了别人吗 就是算是为了别人吗 我想要讲的是 我现在会有另外一个心态是说 我做这件事情 对公司有没有帮助 对社会有没有帮助 想的更大方向 更广一点 对对对对 所以我在做事情的时候 不会好像一直被这个东西绑架 就说老板想要我做这个 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给他 现在的我可能说 老板要我做这个 那就是我现在手上有那么多东西 是我觉得更重要的 我应该就直接跟老板说 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重要 如果你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话 我们应该have a talk 所以如果要你重新过一次 苹果的生活 你可能会把一些 比较不必要的压力排除掉 对 然后把时间跟精力 用在比较重要的这些压力 和project上 对对对 就重要的压力是 这个东西 有没有在时间内 帮公司deliver 而不是说帮 我的主管deliver而已 就是take two steps back 让我了解 我每一天的 比如说15 hour workday 是不是work on something that has more value 我觉得你这是解决压力 这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我们现金 有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压力 可能是家人给的压力 朋友给的压力 通财给的压力 课业 对 或者是上班 金钱啊等等 我觉得真的 如果你压力大到喘不过来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列出来 到底我现在紧张 跟这些压力来源是什么 在做什么 然后就是 这些所有的压力来源 哪些是我能改变 我能改变之中 他们的优限顺序是什么 哪一个对我来说是 最重要的嘛 然后我把这件事情解决 把精力化在这个东西上面 其他比较 排在后面 比较不重要的压力 看你有没有 找到方法解决 可以就是 输解压力的一个好的方式 是 我个人 常常感到压力大的时候 我就是会问说 奇怪 为什么我现在有这个压力 然后我就是会 我个人是想要把它写出来的 写出来说 为什么我会这些压力跟源 然后哪些是可以解决 哪些是不能解决的 不然我就是 一团 感觉压力很大 可是我说不出一个 所以然说 为什么现在压力很大 所以你全部把它写在 你现在有这个 就是practice 把它写出来 然后会让你的思绪比较清楚 对对对 会让我比较清楚 那也不错啊 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 我之后可以试试看 我个人是 比较visual一点 我把它写出来 列出来 我才比较踏实 知道说 对 这个感觉对 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有 然后那个感觉是 哦因为这件事情 我比较容易去做 这个连结啦 不然就在我脑海里 就是一堆情绪 和一堆不同的压力 有点被混在一起的感觉 是 OK 对啊那我 我个人就是 大学毕业之后的压力 当然就是读计算考试啦 那上班有一点点 就是要present啊 的这种压力 可是 我觉得可能跟苹果相比 那个可能比较还好啦 那大部分都是 下班之后还要念书的 这种压力 我不敢 我也不敢说 我怕你在那边呛说什么 精算Google的 在那边 在那边 在那边臭 你那时候你自己 我好奇 你考试的时候 你那时候还有压力吗 因为你在工作 你真的 这一科考试不过 你就 再考一次嘛 它不会影响你 找不到工作 或者是 影响你什么 上不了什么大学 我觉得它影响了 就是我升职的这个速度嘛 然后再来就是 我当时给了自己一个目标 是我要在结婚之前 全部考完 因为我认识 我认识太多 精算同行的 他们只要一结婚 一生小孩 他们后面考试 过关率超低 哇 10% 真的我可以想象 你家里有个小孩 就是 他是随时需要你帮忙的 你根本没有自己念书的时间 是 所以我当时给自己目标 好 我就是单身一辈子 没关系 就是我这段期间 我就是要努力考试 那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是 你现在可以结婚了吗 我现在可以结婚了吗 我觉得 你考完了 现在能不能结婚 是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对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做频道 是 真的也知道 到处跑来跑去嘛 然后我刚刚也提到说 我们还没找到一个 最适合我们的制度 没错 就是每次跟人家聊说 我们在忙什么 我们在聊一个 可以让我们好好工作 有效率的一个system 他这个system 这个system到现在 都没没有 就是一直在持续进化 磨合 等这个system出来 至少这个精算考试 这个已经卡 已经过了啦 对 过了这一关 这已经就是 一个已经check out the list了 对 那现在就是到了 我们做YouTube的压力嘛 对对对 做YouTube 做YouTube 哦 到底是要收热 还是怎么样 还是卖冰淇淋啊 我们去收音给大家听 你是不是想要吃冰淇淋 没有 我很好奇是什么而已 OK就是我们现在在英国录音 然后外面一直有这个音乐 对 唱给大家听 它是 这样会有版权问题 我们唱太准 我觉得我唱也没那么准 没有那么准 OK 如果你住在英国 然后知道这什么东西 跟我们讲一下 很好奇 可能是垃圾设 还是卖冰淇淋 不知道 写冰淇淋 那在就是工作之后嘛 现在我们就是做YouTube嘛 Right 那你在YouTube的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回想这三年多 有没有哪一些moment 让你觉得压力破表 然后你是怎么排解 怎么解决的 哦 有一次 哦 真的是压力大到呼吸不过来 你知道其实我爸之前 有点恐慌症 所以他有时候恐慌的时候 他是没办法呼吸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没办法理解嘛 我说 爸你就 就是深呼吸啊 放松心情啊 就是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吗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 有点自律神经失调 OK 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 就有一次是 类似的感受 你是不是有跟我讲啊 那个时候你在我旁边 好像我在 对 我记得我们是刚健身完 对 然后回家的路上 然后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喘不过气 然后我就蹲下来 在那边深呼吸 对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 压力来源好像是 因为我们要办一个 30万订阅的实体活动 我们那个时候在找场地 然后我们要表演嘛 就是给粉丝回馈 然后后来是变 因为疫情的关系 变成线上了嘛 然后我记得当下是 好像场地 找到一个不错的人 我们给定金了 然后很多安排都做好了 然后疫情就爆发了 在台湾那个时候 然后同时我们又在做很多 比较长期的计划嘛 比如说就身体改造嘛 健身的这个 然后一些计划 因为疫情的关系受到影响 然后我当下有点 哇 怎么办 喘不过气 因为这是疫情这种资讯 这很突然的 说OK 台湾今天本土80例 然后隔一天 台湾本土200例 就是它不是一个 长时间给我慢慢消化的东西 是我们一堆计划 突然因为这个东西 受到改变 那我当下说 我现在没办法呼吸 可是你刚健身完 然后没办法呼吸的 那个moment是 你这个压力是正在发生的吗 还是其实你就走走走 然后突然 很突然 也没有特别去想这些 对对对 我没有特别去想 就是我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了 然后疫情就是在台湾 越来越严重了 是 我不是突然想到一个点说 啊 实体活动不能办了 压力好大 然后我开始紧张 不是 它有一点在我脑海里 有点潜意识 然后我突然开始喘不过气 那我先确定一下 那时候是健身房 不是去练跑步 对对不是不是 而且我们是 我们是健身房 不是cardi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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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一下 那时候蛮fit的 不会床 蛮fit的 对那个时候比较fi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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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时候第一次感受到 我们叫做自律神经失调 然后有点恐慌 然后他想说 原来我爸是这个感觉 然后我就是 更有办法relay 我爸有的这种感受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有 你现在讲到这个event 但我突然想到就是 今年 就是过年的时候 那时候 就是我可能是 做频道第一次 我自己觉得 一个panic attack 跟你一样 就是突然喘不过气 突然我要蹲 就是坐在地上 然后很深深深的在那边呼吸 好多事情发生 就是我们频道 就是也有遇到一些瓶颈 因为我对放假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容易焦虑的人 然后过年就是 我也知道 就是我们要彼此跟家人 就是可能就休息一个礼拜 对 然后自己休息 对我来说就是压力很大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时候 就是我在桃园住的地方 我要做一些违装潢 就是我需要铺地板 找地板 我就要去找灯 然后那个时候过年 就是工人都没有 对 然后我就是觉得 就是等一个礼拜 对我在那边 我就去很多地方说 那我可不可以多给你 可能一两千块 你就是帮我做一下 我知道是过年什么的 然后就是我都觉得 我叫我头脑里面 就是这些东西 一直卡一直卡 我都没办法完成 然后频道上面 又有一些瓶颈 然后就是我现在人生 就是一直在原地踏步 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一次 我在一个灯室的店 我在选灯 然后就是 我们没办法决定哪一款灯 然后我当下崩溃了 就在snap 我就 其实就在那边走而已 这个灯好好看 要不然就是这一款 这一款 我当时没办法 我就是坐下 深呼吸 我就觉得 我心脏快要爆炸 对不对 我胸口快要爆炸 对啊 那次我自己有吓到 就是 哇 我现在怎么会 就是会这样 panic attack 真的是一个panic attack 所以 其实不是选灯的问题 是各个不同的原因 不同的压力 在累积 累积的 然后选灯的这个过程中 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这是最后一根稻草 最后一根电灯管 电灯管 对对对 灯泡 最后一颗灯泡 对 然后我就是 没办法就是 在那边呼吸了 大概三到五分钟 然后我就说 现在我不行 我现在没办法决定这个灯 我现在没办法再看另外一盏灯了 是 我现在出去就是散步 然后就走到外面 我就是在那边呼吸 然后反省我现在的人生 OK 然后那次有吓到我啦 然后让我想到 就是不要帮自己 绑到那么死的时候 然后让自己 有那个时刻在爆炸 就是 就是适时的要去 释放 释放 对 那 你通常怎么释放压力 我释放压力 第一个就是打网球 我跟你讲 我打网球的时候 是完全活在我自己的世界 我完全 就是我身上有任何疼痛 我都可以忘记 Wow Physical pain 我都可以忘记 那你打网球输的话 压力会不会更大 其实还好 还好吗 就是 就是打那些身体很爽 然后甚至就运动 对啊 而且我喜欢就是跟那种 比我还要强一点点的人打 就我会被挑战到 然后就算输 我也OK 不要他就是 完全屌打我就好 就是比我强一点点 然后我就打得起来 我就觉得是蛮爽的 就算输也觉得蛮爽的 就是那我第一个就是 我排放压力 就算我 我半年八个月没打球了 应该要找个时间打一下 是 不然这周末去问莫登打 哎呦 我办你的冠军不做频道 还是不要 对我怕 然后另外一个 我自己会 就是也是这一两年 开始有的一个机制 来释放压力 就是当下 我会meditate 我觉得深呼吸很有帮助 随时你 我自己觉得 我现在 觉得好烦哦 我现在觉得 不然是焦虑 烦躁 或者是 不开心 就是生气 这些emotion 我都会马上 真的就是深呼吸 然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就坐五分钟也好 然后就是 控制自己的情绪呼吸 然后就会好很多 是 对 我这边的话是 我会分 它是什么样的压力 如果这个压力 你要先写下 我会先写下 真的 那你上面都要有笔跟纸 对对对 没有笔跟纸 你就爆炸 就爆炸 有啊 有手机 对对对 现在用手机打 好险 就是我会先分析 这压力是不是 我能改变的 是我这边能控制的压力的话 我就会做规划 然后设目标 看怎么样去改善 那这样 我有这个计划写下来的时候 我当下压力就变小了 因为我知道说 未来的我会去一一解决 然后把这个压力用得越来越小 那如果是我比较无法控制的压力 比如说社交上面 家人 朋友 女朋友 对 就是给予的压力 健康 给予健康的压力 你等一下讲个女朋友吗 对对对 有 我觉得不管是 它是你周围的什么人 都会有压力 OK 对吧 你知道社交 然后每个个体 你知道相处下来一定有不同的压力 是 如果是这种 不是能够完全靠我自己解决的压力 就算我跟你工作嘛 对对对 或者不管是工作 还是私下 好了 可以讲下去了 可以继续讲了 对对对 那如果是 我没有办法全部自己去解决这种压力 我就是透过运动 那就是跑完当下心情就比较好嘛 跟当然就是跟那个重要人物的沟通 那你跑的时候是不会去想这件事情 还是还是会想 可是跑完就运动完真的当下 就是心情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同样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真的是压力大或不行 像你讲的先深呼吸 嗯 深呼吸个大概五到十分钟之后 就说OK好 我现在冷静下来 我现在该做什么事情 嗯 然后我再来做规划 对 我觉得控制情绪真的很重要啦 就是压力高压 或者让你有这些 很冲过来的情绪 不然是喜怒爱的情绪 就是当下做任何决定都是不理智的 是是 所以你要讲一些很难听的话之前 或者是做一些这种不理智的决定之前 真的先让自己的情绪平稳 嗯哼 就是真的不差那十分钟嘛 就是让平稳之后 你在有一个比较 unbiased的emotion的时候 就stable emotion的时候 再去做这些 评语啊 或者是决定 我觉得会好很多 对啊 我觉得过去我们相处一些经验 我们知道就是自己压力大 或者是 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对 我觉得说 好 我想一下你给我几分钟 对 就我怕我现在讲出太伤人的话 这种 对 对啊 就是压力一定会有啦 对 就是你自己要知道 哦 现在我有压力咯 哦我现在有压力的时候 不要做一些白痴的东西 我就是先想办法控制这个压力 然后排放这些压力 然后再继续继续探讨啊 或继续面对这个挑战 是是 总而言之就在现在的社会生活 就是每一个人一定都有压力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去寻找这个压力的根源是什么 然后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它 然后我们刚刚讨论有一些适合我们的 就是去了解压力来源 然后运动 深呼吸 去做长远的规划 我觉得 就另外我们刚刚没讲到 其实也是要 找一些你自己知道会让你开心的事情 就是说我的打网球 对你来说可能不是打网球 可能是画画 可能是跟朋友吃饭 可能喝一杯珍珠奶茶 吃个麦当劳之类的 它如果都有帮助你 调解你的情绪的话 我觉得它 对你来说有用就是有用 对就是偶尔释放 就是耍费 如果能够让你的压力变低 这个耍费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 就是应该要去做的 所以就是健康的压力 是还是要有的 压力也使人成长 所以大家可以去享受压力的时候 因为现今让你 就是会期待享受的压力 这种东西也越来越少 压力是好的 不要让大家觉得压力是不好 压力是真的让你成长的养分 是 所以就是自己要平衡那个压力 对 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压力 就是记得要帮我们 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然后就是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 这个是健康的压力嘛 对不对 no pressure no pressure no pressure 好不好 大家就是看着办嘛 是啊 好那这集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周见 拜拜 好现在到了我们QA的环节 第一个留言是来自纽约的W小姐 星期一变得不忧郁了 选我选我 当了都粉三年了 我认真喜欢这个频道 看着Ian Eric一直跳桌 跳桌 一直跳桌 的舒适圈 很鼓舞人心 你们真的一直在帮助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追梦者 谢谢你们疗愈了每周一的Blue时间 也祝两位健康顺心幸福 每一集的内容真的都很精彩 尤其最喜欢第二集的真情对谈 问题来了 宣伙宣伙 想问Ian在苹果工作的日子里 你有没有哪个时间点超级想要离职 又是什么原因让你撑了下去 苹果的面试有peephole吗 一直听到身旁的人疯狂被问 刁难的问题 想问Eric听了Eric的第二集的真情流露 想问如果不当精算师 也不当tudu man会想要做什么 也想看Eric带子女游弯曲 还要鼓励Eric真的很棒 我也是TeamEric 谢谢 Sorry Ian 但没关系你的粉丝真的有够多 真的啦 你的粉丝很多 这每次都有podcast留言 这也是不是第一次的 就是大家都是留TeamEric 然后我现在都没有看过一个Team Ian的 没有我跟你讲 我的粉丝可能跟我的一样 比较外向 没关系 然后你的粉丝跟你一样比较内向 我接受 你粉丝明明就比较多 我接受 好啦我先回答他第一个问题啦 好不好 就是苹果工作里面 当然啦 就是这种高压的环境 其实其实很多moment就是 不想做了很累 压力很大 或者是老板不给我面子 不给我台阶下之类的都有 可是什么原因让我就是撑了五年 那很多moment真的是用撑过去的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知道我在做的东西 它是只有在苹果做得到的东西 因为我那时候的产业就是包装嘛 我的认知真的是 以3C包装来讲 没有人做得比苹果好 然后我到我整个供应列 就苹果给我的舞台 跟给我的机会 是我觉得其他地方 没骂给我的 所以就算累 就算操 我还是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 就所以想要继续做 然后再来就是 我真的觉得 就算我的主管很靠杯 然后很 很真的是 很想把他就是 忧爱忧恨 打爆 打爆他 不过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我觉得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工作到后面 第一份工作不会这么想 可是后面工作 你会渐渐发现 什么公司的名字不重要 觉得跟对人比较重要 就是你的团队 你的主管 你的工作的环境的人 他们有没有push you 他们有没有hold you at a higher expectation higher standard 那这样这些东西 都是会让你变得更强 或更有能力的人 所以我也看得到就是苹果的这个环境 虽然是高牙 不过我知道我有办法 你有在学习 从中成长 对对 我有在学习 我不办法从中成长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算累的时候 就是想一下 去谷歌的话 那种包装就比较烂 然后 所以就还是在那边试试看 因为在就是要抄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这个时候抄 就我真的现在要废 我当然可以去其他地方废 可是我现在就是想要 多学东西的时候 就是在苹果这个地方 对我来说是很适合学习的环境 对对我要讲 面试的Pebble 基本上真的就是要一直练习 就是跟每一家公司的面试一样 对对对 我觉得你要很有自信 你不能让别人觉得你弱弱的 我觉得这整个是你 就包装自己的方式 包装功能师分享一下 对对对 包装功能师 一定要包装自己 就是你要展现出很真实 不是很假 但很多问题你可以练了一百次 可是那一百次的回答 你不能变得很 中间完全没有呼吸的空间 你要感觉的很自然 然后很诚恳跟很有自信的 在做这些回答 我觉得自信真的是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让一个刚见到你 一面自愿的人相信你 没错 所以你先说服自己说我有能力 这个职位是我的 对 然后你才有办法说服人家 没错 一个态度 是 那如果我不做精算师 不当嘟嘟man 我也想做什么 做什么 我就带我的子女去游湾区 然后拍影片 流量密码就是我的子女 哎呦 没有啦 没有 我觉得 其实 因为之前 我们之前podcast分享嘛 就是我曾经有想过 是不是 就不做嘟嘟man了 那其实我当下也没想说 那如果不做的话 我另外一条路是什么 我没有想那么多 可是 后来就是有陆陆续续去 真的思考比较人生大方向嘛 就是除了做频道以外 什么东西事情对我是重要 大家点点点等 有一个一丝的念头 就是说 哦 如果真的不做嘟嘟man 我想尝试stand up comedy 真的 就我 可是这个对我来说是 我还没从来没尝试过的东西 我根本不知道我够不够资格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可是我想像 哇 如果 因为我喜欢逗大家笑 对 啊如果这变成我的本业 然后我真的去 我不知道巡回 然后每天都在想段子 world tour耶 可以就是跟博恩一样 就是环游世界 那当然这只是一个 怎么讲 我只看到表面 因为我相信就是stand up comedy 没那么简单 然后想段子啊 一直去精修啊 然后我讲了一个会 我觉得会中的东西 然后没有中 然后那个失落 这个所有东西 我都还没经历过 所以我在还没尝试的情况下 我不敢说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但我又想过 诶 这种生活也不错 我不知道 蛮适合你的啊 蛮适合你的啊 好下一个留言是 乐于助人的intj 你知道intj是 反正不是我的 tj的部分是 我只知道i跟n 是不是第二个都是n啊 e n 对啊好像都是n 是吗 是都是n吗 总之每次看到这个 i m t b i b t i m t i m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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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i就是有四个字母 然后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好 看你们跑马拉松 真的好感动 问个跑步的问题 这半年来很多部影片 听到你们说拍片旗舰 还有练跑 对于只跑过教育部推定的 每个国高中生 必须听过的体势能测验 1600公尺 体育课3200公尺 真的觉得你们太猛了 不论最后 有没有达成自己原本设定的目标 跳脱舒适圈 就是去做 去努力 去收成时的自己 就比三到四个月之前 还要强超多倍了 若有幸运被抽到 可以直接念下面的部分 哎呦 你不直接讲了 我们是电了这么多 你现在还亮门 我都念完了 哎呀 好以后大家留言 上面直接说 可以直接念 从第几句开始 我都就念到后面 可以直接不念 好那我现在直接念下面的部分 我也很喜欢 运动流汗的感觉 可是我跑步一直有个困扰 只要一跑起来 前面三十分钟 大腿小腿 脚踝就会痒到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有这种状况 虽然只要撑过前三十分钟 这个症状就不会这么明显 但这也成为我去跑步的最大阻力 想问问Eric 想问问Eric和Ian 你们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吗 来自软体工程师Hudson 我觉得这个痒的情况 我个人可能有的是 我太久没运动 然后我一动的时候 我是觉得我的脂肪在痒 我觉得这是皮痒痒的吗 好像脂肪 太久没被燃烧了 你是皮在痒 我是皮在痒 你是皮在痒 对 我是太久没运动的时候 会有这种痒痒的感觉 然后就痒的时候 我不会不舒服 我想说OK 很好 我的脂肪正在被燃烧中 继续烧吧 继续痒吧 你喜欢那个痒爽痒爽的感觉 很像这个痒痒的感觉 Interesting 可是没有到变成 让我没办法运动 你有这种 我唯一一次 就是其实我那一集 也有呈现出来 我就是有一次 对虾子过敏 OK 然后真的就是跑的时候 全身养 不过那是因为食物吗 真的食物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Hudson 你是有没有可能 对什么东西过敏 或者你养的时候 你的身体 有没有发出任何的疹症 红斑什么的 之类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可能 脂肪在燃烧吧 脂肪在燃烧而已吧 或者是你的血液在流动而已吧 血液流动的时候 会不会痒痒的 应该会吧 不知道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医生啦 你可以去看医生 我们不是医生啦 对啦 不过就是如果对你的跑步 有影响的话 我觉得还是找专业的人看一下 会比较安心啦 对啦 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哦他就是emoji哦 嗯 他是 括号点w点括号一只手 他故意闹我们 然后一只脸 反正就是很多符号 三个表情符号 三个表情符号 马拉松真的好好看 看完马拉松的影片 回来听podcast 真的非常的有感觉 突破舒适圈 已经不是只是 做和平常不同的事情 而是精神上的突破 是真实活着的感受 我想请问 在做这些挑战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信念 或是有没有一句话 可以帮助自己撑下去 这可能是在讲你的那一集 你也有自己的一些话 会鼓励自己的 因为他的留言是5月18 哇靠你看那么准 OK 我觉得正在挑战的时候 我会很多话 我真的很多话会跟自己讲 不过我现在会想到的是 What I do in this moment define who I am today 就是你现在 正在面临挑战 或者是你要放弃 你要变得沮丧 你要很厌世 Yeah 你做的话 That's who you are So what you do defines who you are Today in this moment 所以这一句话 我常常会用 就是我遇到挑战的时候会用 然后我听说有另外一个方式 这个我没有自己想过 可是我听别人讲的 我觉得蛮合理的 就是你想象有一个团队 每天在跟着你 在记录你的人生的documentary It's a documentary team 就是filming you 24-7 你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你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那你会怎么面对 或解决现在这件事情 可是你这样讲是不是变成是说 这是一个外在压力 现在有人在拍摄 因为我知道有人在拍摄 我的行为是不是因此要做什么改变 没有 我就把它想成说 就是what kind of story what kind of impact you want to leave behind 就是想象最后这个纪录片出去的时候 你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故事 你想要留下什么样的 legend 你喜欢留下什么的印子 在这个世界上 那种感觉 我这边的话是 我要知道 为什么我再做这个挑战 就是这个why很重要 如果这个why我自己都没想清楚 我在这个过程中 确实就是会有点犹豫不决 然后比较没有那么有决心 所以如果我已经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就会问自己说 Eric你为什么当初要做这件事情 你会你会自己叫自己Eric 我不会叫自己Eric 你不会 我是站在这个粉丝的角度 我确定一下 Eric 为什么 你为什么 没有有时候我会 有时候我在 觉得是 干Eric你很废 你会这样 我会这样 干Eric you suck 我会 那你为什么要骂自己呢 你为什么不能encourage自己 我觉得我可能要再更正面一点 对啊 你真的不能这样骂自己啊 对对对 反正总之 我会问自己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跟 就是我开始的原因 那如果我决定要做的话 就是说 OK我现在放弃的话 我会后悔 当然我跑马拉松是一个 我心理上我要跑 我要跑 可是我的身体动不了 这又是另外一种层面的挑战 是 好那这一集的QA就到这边 我们下周见啰 大家记得要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留五星好评 然后Spotify 或是在各个Podcast的平台 帮我们留好评跟留言 谢谢大家 下周见 下周见拜拜